歡迎收看 對 我跟你講 這兩件是有一件是真的 現在亂講 現在亂講 記者都要記者 事件的始作俑者也是他 在上集年度總結當中 公布了兩組藝人朋友們的 顧評結果 而在下集 陳玉琳跟潘老師 又會給對方什麼樣的暴小評語 然後比如說 我們常常會開心 就正喝開的時候 就正要快歌 就下一首就要快歌 就要開始我們的 就是我們有排舞的那個 對 我們的團舞 不要講那個出來 好棒喔 我們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跳完 我不要跟他們一樣 這是什麼都講出來 就是跳完 就是跳完 我聽過渡視也中槍是什麼意思 Hold著... 因為我覺得就是跳完 你們能在現場重現一下團舞的 不知道他是哪一首歌的 跳團舞 你繼續講 反正就是已經跳完之後 我才會覺得說 今天出來才有這個意義 然後大家才會身心靈放鬆 然後... 才會圓滿嘛 對 然後後來突然她就會覺得說 只是下一首歌 可能要等個五分鐘 她就立馬說我要走了 我說妳為什麼要走 她說我九點我要幫我小孩洗澡 那因為她現在還是小寶寶 她是很需要媽媽的 所以請問黃小瑞送妳這兩個字 能夠讓妳不要再這麼ㄎㄧㄤ了嗎 其實我還好 後來她那天不是跟我講 去唱KTV嗎 沒有去 然後後來她又繼續擄我 她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我生完 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她那個時候呢 坐完月子生完小孩的時候 身為最最好朋友 我們就一定要幫她慶祝一下 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是她24小時 隨口隨道的朋友 她那天打電話給我黃小柔 我在月子中心裡 月子中心最後一天她要回到家 她就說黃小柔 我告訴妳 今天是我在月子中心的最後一天 我已經排除萬難 今晚就今晚 Girls Night 我就被點起來妳知道嗎 妳們有毛病啊 妳們整天話都是 這麼戲劇化的語氣嗎 真的 真的 我連賈永傑的女兒到我們家住 然後說我們要來看偶像劇 我就說OK 讓我倒一杯紅酒 我們今晚 Girls Night 來 妳們太太們到底有什麼毛病啊 她們看偶像劇在旁邊就喝 就是一個標語 就是那個 Girls Night很聰明 可是現在就是要身心靈放鬆 非常重要 就很重要 我覺得你們家庭跟婚姻 好像壓力好大 為什麼結局婚姻有這麼大的壓力 沒有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是不是先生不敬意的一句話 都會讓你們感覺到很痛苦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我們生活 一直都呈現在一個 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我們沒有結婚跟沒有小孩之間 我們真的就是 你知道就是常常會 可是OK 先生也希望你們婚後 繼續保持自由自在的心 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艾麗絲的壓力 是來自於妳老公不是小孩 我覺得是我老公 因為是他搬過來 然後他這一年還在適應這個地方 然後他嚴重的不適應 所以妳有一種 必須要連他也一起照顧的心 因為譬如說 好 就是他在這裡有很多朋友 他到了週末 或是他平常也會跟他朋友 有聚會的話 我覺得那就會變成一個 很健康很平衡的關係 因為我們各自都有 各自自己的生活 可是他在這裡 因為他沒有什麼朋友 可是黃小兒幫他安排 來講日文的人呢 可是艾莎跟他就是 我們還有好幾個都是 你老公有跟你講過 為什麼他不喜歡跟妳朋友出去嗎 他沒有覺得不喜歡跟我朋友出去 他的隔閡是他真的聽不懂 你要知道一個人坐在那裡 四個小時都聽不懂 他老公比較內向 所以我要一直翻譯 而且你們唱中文的歌 他也聽不懂 那我們去KTV 其實他其實在日本很愛唱KTV 可是你知道台灣的KTV 很少日文歌 所以他來他就坐在那裡 然後他就是一直坐著 那他有一直希望妳搬回日本嗎 有 他希望我們搬回日本 所以我覺得也應該差不多了 就是... 對 因為我們有試過了 可是我覺得我很... 我覺得... 所以不要比較多 聽起來妳搬回日本 是被小樓逼的耶 哪有 妳小樓逼 因為妳老公不會控制妳啊 妳是很自由的啊 不是 我覺得慢活這兩個字 寒跨很多 因為我覺得... 小樓的老公好像工作時間很長 對啊 所以妳根本大把時間給... 他很多時間都一個人 所以他很需要朋友陪伴他 沒有...我也很忙 OK 小孩跟老公都在家裡 所以很多時間都需要你們在家 所以妳們兩個今天沒有交集啦 就一個在對方放送 一個在對方不要再騷擾 可是其實沒有用就 可是重點是講著講著 他後來就一直在跟我吵說 妳出月子 我有幫妳辦了一個派對 那為什麼我生完小孩到現在 已經一個多月我沒有派對 然後再加上因為那時候 他跟我講KTV的事情 我的心妳知道一旦妳打開了 他就是開了 所以一定要... 我就一定要玩一下我才會開心 所以隔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我就說黃小柔 我幫妳弄一個派對 我就是把妳所有的朋友都找齊 牆地也都是我來弄 妳不用擔心 妳就是人出現就好了 妳也不要再控訴我了這樣子 我們就弄了一個派對 他就一直跟我說 就是要吃豬腳面線跟過火 出獄的 搞得我去哪裡找一個場地 我只要去找人家那個燒肉店 跟串燒店 因為那邊才會找到木炭 可以讓他去過火 他真的要過火 沒有他們誤會意識了 妳是要去美運嗎 NO...我才誤會意識 因為呢 我在幫他過他的那個派對 我們就去巴扣嘛 就是在 然後他一來我就說 妳等一下 妳現在從月子中心出來 妳肯定一定很慢對不對 我們就來過火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蠟燭 就是他本來桌上就有蠟燭 妳就放在地上 就好玩嘛 我就說妳跳過來 妳給我跳過來 跳過來 心情就好了 然後他就真的跳過來之後 那一整晚我們就很開心 就快樂這樣子 然後我就心裡就一個願望 他就說 妳忍一忍 妳就是進入婚 因為有了小孩的女人 很需要這種女子 就是有一些小樂 他們現在就是在治療自己 然後就是在談話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好... 他就說黃小豪 我答應妳 如果妳要出來的時候 妳要派對 妳想要怎麼過 我說我要B52一排 就點火 然後過火之後 我就要開始把它喝光 因為我只會 我是酒量算好的 所以我喝... 所以我喝B52是會醉的 所以我想說 就那一天我們排除萬難 連奶都全部排好了 然後所有司機就都弄好了 所以我明天一整天 我不需要擠奶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很興奮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好 然後後來我們就到了 那一家店之後呢 他們都搞不懂我的意思 我以為他聽得懂 後來他真的拿了一盆火 妳沒有我... 真的過火是這樣 他就真的放在馬路 他放在人家店門口 而且在東區的店門口 他就放了 環小姐 妳不要過火 妳趕快過火 我就說我很鬆耶 妳不是叫我鬆一點嗎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結果妳過了那個火沒 沒有 他...他那天喝開了 他就說環小姐 我跟妳講 我已經排除萬難就給我過火 我說...我不是要這種過火 我想有點...就是要喝的 我聽不懂的時候 妳真的很爐耶 我跟你講 去把我香檳倒全滿出來 然後就香檳倒滿 他說妳跳過去給我喝掉就好了 我想 我要B52啦 然後還是跳過去 然後就整杯喝完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樣妳開心了嗎 妳整個這個行程妳滿意了嗎 在夜店裡面發瘋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流露出同情的眼神 因為他們就是爭執不下過 這個火或那個火邊 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真的好想要分送信息給他們 他不是有講說那個什麼藥 在安若他們兩個 可以開一個廚房間 好可憐喔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就是 好像擠也沒講過啊 你不覺得人村就是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像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很久沒上電視了 對 你們感覺好像是很想要保護 這個時間好好大將 我們平常玩得更 就是我們還沒結婚之前 我們下次再開一集 別人說會算你們壓抑很久 對… 她倆可以做專輯 好火山爆發 我覺得很可憐… 每一個細節我都要講得很清楚 對… 最後一組朋友 就是潘若迪跟沈玉玲 OK 要開打了嗎 差不多了 沈玉玲每次都鬼扯 這兩個字根本就是鬼扯啊 真的… 你打開來他會認同的 好 那我問他 你覺得潘若迪會送你那兩個字 因為我 2014年的表現 因為我在他生命中 佔很重要的地位 他非正沒有我 他就只是一個老性 所以他會寫感恩嗎 或者是無憾那一類的 無憾 可是你也陷害過他很多次耶 可是他的生命是我造舊的 是每一次 不是 我們是你生他的嗎 他媽媽說 麻煩來公司找我 沈玉玲 你現在沒有給自己留下退路喔 對 等一下小孩子唸出 他寫給你這兩個字 唸出來的時候 對 你不要給我氣到 這麼重 這麼重的 是不是 他該不會是難聽的那一種吧 如果是難聽的 我是真的做夢也沒想到 從你自己講出來 都是從頭到尾都是難聽的 好 沈玉玲 準備好囉 潘若迪送給你的 2014總結你的表現 兩個字就是 學習第二點出來囉 好 一 二 三 賤人 真的 真的臉好臭喔 怎麼會輸啊 那個 我要怎麼說 你說你 我要怎麼 你說你 你平常都會這樣做 我不行啊 再停… 再停一下 只是發音這樣子而已啦 寫法不太一樣 你看 我說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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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說不出口 如果 沈玉玲 如果他真的寫那個賤人的話 如果他真的寫那個賤人 你會發火嗎 會發火啊 你覺得你很照顧他 我很照顧他 我剛剛說 是我很照顧你好不好 他那時候玉玉寡歡 哪個公司找我問我說 他的人生該怎麼邁向下一步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潘若迪 我跟你講 你就是台灣的誰 你知道嗎 他誰 陳冠希 他說陳冠希還沒出事之前 還是超級偶像的時候 他信以為真 因為潘老師最大的知名商 是無法分辨的 結果就是你平常的話 跟真的話 結果這兩個丈夫講的話 也沒有變你話 好帥喔 你們 然後他出門都去跟人家講說 人家玉玲哥說我是陳冠希 我那時候好後悔喔 因為他每次講 人家背後都在笑 我說他怎麼會覺得 胡說八道 對啊 他根本就是從頭到尾胡說八道 所以他是為了鼓勵你嗎 不是 他當初是因為什麼 他要簽我去他們公司 可是我那時候 因為有很多人在找我 所以他簽我去他們公司 我一進到公司 我一就說你公司到底有誰 有那個許承美啦 很好啊 有柯四海啦 沒有柯四海啦 你覺得我還要再跑去那邊嗎 這個渾水嗎 所以你根本不是因為 人生遇到困難才找他 是他找你是不是 對 所以遇到他 遇到他之後才遇到困難 對 後來我就遇到他之後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可以給我什麼東西 你讓我知道 你能做我什麼東西 你很適合我 我跟你講 我很多節目 你很適合那個 我跟你講你去玩到底就對了 他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那我大概... 我也大概也知道 而且我會講完 你把他那歪了 並沒有 有 我並沒有 我沒有 尤其... 我沒有一把湯頭 我真的沒有 然後其實不是這樣 他就想說 因為他知道 感覺上我已經有點要 想要離開了 其實 我跟你講 朋友老師 我跟你說 我看到圈內裡面有多少人 你就是台灣的陳冠希 你好好回去想一想 他就這樣 他在跟我講 你心動了我會想 你覺得我相信會這種鬼話 他就逢人就講 是後來小甜甜勸我的 小甜甜說玉琳哥 你不要再跟潘老師那樣講了 他都碰到每個人 都跟人家說他是陳冠希 他都不曉得 人家背後都在笑他 我跟你講 我從... 你們從以前有沒有聽過說 我有講過說他 我是陳冠希的 從來沒有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就是那種完全... 你一定會是死不瞑目的 對不對 他氣了他 還若妮貼心送雞湯 十二零鬼車熱物湯油 我今天自己喝完了 我叫老闆再打包一包 重新弄一波 我把他帶好 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還沒回到家 我把他那個湯 掛在他的門口 我掛在那邊我離開了 好感動 他就邊喝 奇怪 家裡面怎麼... 天花板會漏水 不會啊 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 好可憐哦 你為什麼不去死啊 你幹嘛 你幹嘛 你為什麼不漏掉啊 你幹嘛 不是 好可憐 好可憐 謝謝他賤人那個賤人的意思 我那個賤 我跟你講 譬如說兩種質疑 如果你說他真的是一個 譬如說那種被哥哥的賤人 那也OK 因為他就喜歡這... 賤人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自從譬如說 有一段時間 他跟著我運動的時候 他確實變健康了很多 確實變了很多 那我想說好吧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找謝幫 就是專門騎腳是不是 他因為工作實在太忙了 他都沒有時間跟我們騎 我就跟他說不管怎麼樣 就算是你今天不想騎 你今天錄影完了 九點鐘 十點鐘錄完 我陪你到河濱騎個半個鐘頭 我陪著你都OK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健康一點 我本來會去 我對他非常的好 我本來會去他那邊跳有氧舞蹈 自從發生一件事情 之後我就沒去了 那一次我們那邊跳 他跳得很開心 他在海上喔 因為他在那個有氧舞蹈界是天王 居高臨下 神怎麼會走下來 你知道嗎 他突然走在我旁邊 我覺得受寵若驚 然後就變在我面前跳喔 我以為他要教我 你知道嗎 他就說 不懂幹嘛看後面 他說你看後面 小聲看後面 然後我就往後看 他有一個女學員啊 為了勾引他 穿那個很寬鬆的T恤喔 兩顆全部就拿出來 什麼拿出來 不小心掉出來 他是拿出來的 掉出來的 他會...喜歡這個故事 這個有什麼故事 真的嗎 你看他...他就會扯到這邊打 我們這邊好好的進展 你那個講他真的故事 後面還有後半段 我其實有說他這個見證 就是我希望他這樣 所以我平常對他的關心 已經遠超過 有的時候對我自己的家人或這樣 你知道他... 因為他那段時間他非常的累 我也是打電話給他說 我說我跟你說 你來 你晚上來 他喜歡喝一些譬如高湯 煲湯之類 你知道我們跑那一家 很有名的煲湯那個紀元嘛 很有名的煲湯店去 我就叫他來 他說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工作到太晚 好 沒有關係 我今天自己喝完了 我叫老闆再打包一包 重新弄一鍋 我把他帶好 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還沒回到家 我把他那個湯掛在他的門口 就是那個把手上 我掛在那邊我離開了 我留一個字條給他說 你完了工作完了回來 你記得把他喝掉 好貼心喔 那天我回家 看他門口掛那一包 我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熱熱燙燙的 然後看 都不是雞湯嗎 我當時內心一陣沸騰 我想說 因為我知道一定是潘老師的嘛 好 然後那時候我沒看到 那個紙條 我踢個袋子進客廳 因為肚子又餓 然後又冷 那個要把它倒進鍋子裡面 還有一張紙條 他說 辛苦了 要保重自己 身體不要累壞了 好感人喔 好貼心喔 奇怪 家裡面怎麼 天花板會漏水 不會啊 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 好討厭喔 他真的好討厭喔 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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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你這樣掛在門馬裡面 沒有OK嗎 對 到外面就OK了對不對 你...你覺得... 你為什麼不漏尿啊你 露尿 有 不是漏尿 我一定要把那個講出來 我一定要把那個講出來 那個一定要講 今天沒有什麼不能講的 你跟花花在公園 我還要講 你跪在家門口的事情 我還要說 跪在家門口的那種 我先來講 好 有一次 你知道那個好朋友就是這樣 有的時候這... 你親眼目睹到玄林跪在門口 他每次都喜歡講 玄林就在你的眼前 這沒有任何謊言在裡面吧 沒有...那個太...我跟你講太真實 他誤會了 什麼誤會 我跟你講 那一天是因為他 你知道他有的時候跟雅吵架 或是我跟我老婆吵 我們有的時候都會互相說 就男生跟女生是一樣的 那天我打給他的時候 憑他跟我講說 沒關係啦 過了就好了 其他他平常都是這樣 可是那天跟我講話的語氣 就特別的沈重 而且他打電話就說 我說你適不成熟 要不要我幫你處理 你有什麼事情直接跟我想 沒關係啦 真的沒關係 反正一下過了就好了 女人就是這樣嘛 老婆就是這樣 對 他就是這樣 可是 這不是他平常會講的語氣 然後那天就說 那這樣好了 那我們過來吃飯 我去接你 你們出來吃飯 我們可能中間做個合適老就沒事了 不要...真的不要... 沒事好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有事要忙 他就把電話掛了 我就知道不對了 我就跑去了 但我跑去的時候 我還是跟他講說 我過去啦 我過去啦 我現在過去 我看他到底是怎麼樣 你不要過來 我跟你講沒事了 現在已經沒事了 我們現在正在和好 你不要吵我們 你過來我跟你翻臉 我都不起這樣講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事情一定有 我跟你說 殊不知我那天到他家樓下 我上樓的時候 當電力門打開一剎那 我整個心都揪在那邊痠了 我看他一部雪靈臉的一個畫面 沈玉琳跪在他家門口 我跟你講 他這樣… 譬如說電力從一剎 他這樣怎麼樣 他這樣怎麼樣 假裝找東西 好 我跟你講 我明明知道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說運哥你怎麼了 沒有的話我引線已經掉了 他說他在找隱形眼鏡 我真的都找隱形眼鏡的 而且他還跟我講說 我說找隱形眼鏡 我說為什麼你要穿個拖鞋 找隱形眼鏡 而且為什麼在你家門口 不是 因為我買了 他說他買了一個新的隱形眼鏡 那個隱形眼鏡是可以解碼的 因為他喜歡看A片 隱形眼鏡可以解碼 可以看他那種無碼的 我沒有喜歡看A片 你真的很吵 隱形眼鏡可以解碼 他就在那邊 他一直翻 他一直在那邊找 然後他還跟我說 你來幫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說 你要不要叫雅仔一起出來 我說你可以把那個門燈打開 因為他家門口有一個門燈嘛 不用...就這樣看就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給他摸半天 我就覺得不對 我聽到他的房門裡面 好像就是雅仔有在哭泣的聲音 然後我跟他媽媽講說 就是這樣啦 什麼什麼 我大概就知道 可是我也不能讓他下不了台 我就說算了 你先去飆了 再買一副就好了 他說沒關係... 他說你先回去 我找一找 我就回去了 我說沒關係 你進房子裡面 不要 我覺得我還是要找他 就硬在那邊摸 就變成我們兩個人在面對 我們兩個人就硬在... 我說我要跟他說 然後我還真的這樣說 沒有那麼扯的故事 因為我要演嘛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吵架是有沒有錯 我是真的這套隱形眼鏡 也是真的 你看 我以前沒有戴過隱形眼鏡 你幹嘛被罰跪啊 沒有罰跪 我是真的... 隱形眼鏡是不會輕易掉下來的 我跟你講 那天有吵架是真的 然後我本來氣到想要出去靜一靜 然後我一出門的時候呢 然後就不小心隱形眼鏡掉到地上 怎麼可能 而且為什麼不把門燈打開 好 他說他眼鏡已經掉了算了 沒關係 好啦 你不要真的 我讓我找你先回去 那我知道他下不了台了 我就說好不好 那我就先回去 他家是三樓嘛 我下了電梯 我下了電梯之後 我從那個旁邊 你知道有一種那種太平梯 就是他是專門是走那安全梯 可是他們安寧是不上鎖的 因為要讓人家進出方便 我就偷偷這樣 從一樓偷偷爬到三樓 我從安寧在旁邊看 他又跪在那邊 不知道 你現在講話說 因為我找不到很懊惱 沈玉琳 你是為你跟老婆下跪的人喔 他就這樣 因為他老婆下跪我 而且你該把他馬上三樓 重新偷看人家 因為我想說 我想要確定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在那邊 對 結果你又再上一樓 我覺得你是樂壞了吧 你是在樂壞 我第二天就一直跟他解釋說 我是真的在找影劇 而且我還拿給他 看說你看...在這裡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第二天為了遏止他 在到處散播謠言 請問一下 你穿個那種室內的拖鞋 然後類似算是辦睡衣這樣 所以下跪這件事情 他堅持沒有發生 我堅持沒有下跪 那他拉屎在你沙發上呢 那個是這樣 沒有 他前一天 他跟... 我跟你講 他這個人就是死愛面 他就是這樣子喔 譬如說他前一天 他跟你們去吃鍋 或吃...什麼東西吃得很嗨 那天到我們家裡 他說我說我今天家裡面 燉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過來吃 他說好 他就過來 他來我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跟小朋友玩一玩 他就習慣 哈哈... 常常都不經意就這樣笑 其實他每次一來 我到五樓上的鄰居都知道 沈玉琳到你家來 哈哈... 然後就哭一聲 可是我知道他的那個不是 他那個哈哈 是為了要掩飾他那個屁的聲音 哭 就沒想到開明年就要怎樣 對...哈哈...哭 可是我女兒也是 我女兒在那邊玩...哭 我女兒這樣 我女兒回頭 因為我女兒放屁的時候 他就會哭 他自己會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放了 那放屁沒關係 OK 很正常 難免的嘛 當他跟我玩完湯 他站起來 他那天是穿一個灰色的 像類似運動褲 灰白色的運動褲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一坨 你覺得感覺說 一定是不小心鋪出來了 在外面一坨 然後還看 OK 然後我女兒就指著那個 指著那個 就這樣指著那個地方 因為那沙發是一坨黃的 我老婆一看到 我老婆就給我死眼射 然後我就 我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這麼放個屁把我沙發 怎麼搞這個樣 然後她說什麼嗎 本來就說什麼 然後你剛剛去錄影 吃咖哩飯加到咖哩便當 我去她家之前 這種鬼話誰會相信 你… 沒有 你根本就是 我去她家之前 我錄完影 我進那個錄影的休息室 你坐下去 完蛋了 沒有可能 坐到咖哩便當 咖哩便當 這個隱形眼睛不會掉下來 是一樣的道理 我去她家的時候 我一進門 我一進門還跟她說 你看我坐到咖哩便當 你乾脆跟我說 你坐到鴨血或凍豆腐 我還是要坐到咖哩便當 不是 她沒有帶一個人的血絲 我一直以為她是自己的 她的紅咖哩 你知道她有… 她有痔瘡你知道嗎 你坐到咖哩便當有痔瘡 她有痔瘡 她叫我給她去買痔瘡掉 我以為她痔瘡破了 我還擔心說 我但是不應該拿過禮的 妳要把她痔瘡 我有把姐夫彎給她 我為了公出張國賢這個事情 我向你道歉 我要先做 陳玉琳回憶此刻亂爆料 潘若迪七道亂講話 潘若迪有跟她的保護膚 一起泡澡 我… 你先幫我講完 反正等一下你有直接幫我放 我受盡的所有委屈 我有個滿要委屈的 我誰跟包泡的 你站在那裡 你還可以讓你站 你要泡澡 我跟她講 我跟她講的東西 我跟她說 她說那個 我跟她說那個 我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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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什麼 對 你半夜到底說話 是我講出來嗎 你再亂講話 你再亂講話 她不是要亂講話 她講過嗎 你怎麼跟妳講 走了… 走… 走了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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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怎麼相信這種鬼話 等一下 這等一下 左上下擠 等一下露館 我跟你講 這次輕鬱問題 這個我跟你講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讓我一下 我沒有 等一下 我發誓 半夜打給花花是婚前還婚後 婚前就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那一定是婚後啊 對不對 我跟妳講 這段時間 我跟花花比妳跟花花熟 因為她那個 對 她那個節目嘛 幾乎天天見面 妳自己老實講 妳摸良心 妳如果沒有半夜打給花花的話 對不對 妳 妳 妳是不是在說話啊 不是 我在想什麼 比較嚴重的 讓她 我如果有 我如果是在婚後我也有打過 不要說婚前 我如果有的話 我就退出演藝圈 等一下… 那個還好 沈玉琳除了花花式之外 有一個別是我覺得 比較匪夷所思的 沈玉琳 潘若迪有跟她的保母一起泡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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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耶 妳先跟我講完 反正等一下妳有時間可以反駁 她 疼愛女兒 找了一個保母 那個保母 年紀差不多五十...六十歲嘛 對不對 六十五歲 好 六十五歲 對 平常倒也相安無事 因為那個老保母會唱一些 歌謠給那個女兒聽 對面唱著她的打本牛 然後潘老師就會跟她合唱 你知道嗎 荒浮城上有歌 他人啊 他人不在乎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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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優質的節目 你們為什麼都相信這種鬼話 有一次我跟小鐘在喝啤酒 我看你這可以編多久啊 他那個事件是這樣子的 對 換我保母下注來 快要倒你下去不是嗎 保母我後來休憤離開啦 休憤離開啦 我休憤你跟他泡河啊 我跟他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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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會跟保母泡澡嗎 那一天 那一天他保母在... 對不對 你們相不相信 可是沒有...這種鬼話 那一天他保母 我跟保母在幫他女兒洗澡 浴缸洗一洗 那潘老師不是前面 跟保母唱完三歌嗎 你這麼像是一樣 然後就看著保母的... 我求求你們相親賺美 你們都幾十歲的人 怎麼會相親賺美話呢 看著保母在幫女兒洗澡 那種天倫之美 那個意境太...太好了 他就頭彈進去說 哇 好好喔 那我來跟你們一起泡好不好 然後保母 保母當場回頭 然後... 清零 邊這種鬼話樂趣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你看他 你說他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在節目 我跟你講 你說我保母唱三歌 也滿不嚴重耶 對 你說我在保母唱三歌我接受嘛 而且相較之下 對 我就跟你說這是一定很... 我講實話嘛 很真實 所以保母 60多歲的保母 真的羞憤離開嗎 羞憤離開 我跟你講 因為就是因為他 是因為你強行泡澡嗎 不是 就是因為他 所以是他想跟保母泡澡 不會輕易離開 就是因為羞憤離開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泡澡 沒有嘛 沒有泡澡 沒有 我很多次講過八百多年 我沒有 好不好 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怎麼幹嘛跟保母泡澡 真的 這當然 我跟妳講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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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知道 誰跟我講的你知道嗎 誰 好 我今天跟你講 誰跟我講的 小鐘嗎 你們那個社區的主委 主委你都知道 保母親跟大家祝福 你要我這樣講 我跟你講 你那個主委跟我說 你連跪到那邊 你還有在哭喔 你還要流眼淚 他在跟…他在敲門口 因為他那個視頻 他在敲門口裡頭看 你要我把那段講出來嗎 兩邊主委 兩邊主委都這麼… 老婆 讓我進去… 我那樣頂多好 就算我媽老婆 頂多什麼 但你那是有道德的瑕疵 有道德的瑕疵 我只是在那個節目 告訴我的那個 譬如說我跟他們說 我平常我帶小朋友 我幫小朋友洗澡 但我家浴缸很大 那一湯水很多 他說洗完之後 因為女朋友 我讓女兒在水裡面玩嘛 那洗完之後 他說那個時候 他說我說其實 他問我說保母在幹嘛 我說其實當我們家的保母 跟皇太后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讓他做很多事情 小朋友就是我自己放 因為我做得比較細膩 我就自己照顧 我就那種 他說不對吧 你泡完那一湯水有點浪費 你後來叫保母 他說保母都在哪裡洗澡 我說保母在我家洗 可是我家有兩個浴室 他說不會 那一湯水應該是在裡面 後來之後你跟保母兩個 一起進去泡 他這一進去 這一講 這個我跟你講 泡澡這個事情講了快八個月 我這八個月 我受盡了所有的委屈 你有什麼好委屈的 我誰跟保母泡澡 你站在那邊 什麼東西啊 不是 你可以叫我娘泡澡嗎 你要跟我講 我跟妳說成問題 你這是生的 我跟妳丈母娘 你還沒說 她還沒說 你很想說 你怎麼了 你叫我娘泡澡嗎 你叫我娘 你叫我娘泡澡嗎 我跟妳說 沒有啦 她有意思說 她有意思說 那個白色的泡澡在哪裡買 對 我跟她說在哪裡買 沒有 介紹她 我跟我當母娘泡澡 我跟妳說 要大家來說啊 我 我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我跟寶寶寶有可能兩把我 我覺得你講得比較真實耶 我寶寶後來因為這個事情 他不是說鳳凰離開 因為他聽到這句話 我寶寶有家人 有小孩的人 就打掉 汙辱了對不對 對 因為我說這只是一個效果 中藝效果 好玩 開玩笑 他們會當真耶 我寶寶家人會當真 因為連我們都會當真啊 就非常傳統那種啊 可是你要看到我寶寶的樣子 你看看就會嚇到那種 所以你不是說那種 他們嚇到 不是嚇到那種 有一點年紀的嘛 你會不好意思嗎 對 保姆就說那潘老師那我就 這陣子我就很興奮 因為他講的那種 沒有啦 那你不就沒有保姆嗎 我沒有保姆 我現在沒有那個保姆 後來來一個更年輕的 有沒有 第二天就跟我說來我家 我跟你講 他跟他丈母 等一下泡寶 我說你保姆有什麼好看的 他說不是 他穿短褲 我說幾歲 他說25歲 你是不是找我去你家看保姆 那是因為他的小孩子快要出來 你的保姆25歲穿短褲 你叫朋友去看 我那保姆是不是 我保姆 我的保姆都是我太太挑的 都是我太太挑的 所以是年輕貌美的那種嗎 沒有 到年輕貌美就是年輕人 因為他是幼稚園的老師 我請的是幼稚園的老師來教 那因為我之前的那個保姆 我說真的 他叫他唱俄歌給我女兒 他會唱三歌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變成我就這樣 要偵察管理頭顧 老婆 不是 因為有天啊 我明明就是在那個美國另有高就 因為美國給保姆的薪水很高 所以就貪圖比較高的薪水就去了 不是因為你的關係是不是 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也有打電話來講說 因為他說玉琳哥那個開玩笑 那開了有點太大了 好啦 澄清啦 是差一點要泡澡啦 是因為他說來...一起來 那保姆是有進去 然後保姆身體在浴缸外面 然後說來幫他們幫他洗女兒這樣 你說今天我跟他兩個泡澡 我可以接受 那你還幫我呈現一下 我是真的做到咖哩便當 不然人家以為我當時在咖哩便當 對...他那天去 他錄完這 因為錄完湯系啦 那天吃咖哩飯嘛 他不想又做到咖哩便當 他就來我家啦 然後我是真的在找隱形眼鏡 一定要講啦 你後來真的有從樓梯爬到三樓去 確認他再跪 那你事後有沒有問他下跪的原因 你也知道他愛面子啊 有些事情就不能講 所以沈玉琳 你有哭喔 有啦 我是真的找眼鏡 找...然後那個... 所以你有怕芽芽怕成這樣喔 沒有 我跟妳講 因為妳們應該不敢 把妳們丈夫去跪步 怎麼可能呢 那個這樣子應該就會加變了吧 沒有...那一天因為 我跟你講 那一天的情況 其實就是在他之前 自己鋪的那些 有的沒的那些梗 為什麼 因為他去節目 就跟人家玩對親的 就那一個 對 什麼 我跟人家玩貴婦 潘若迪邀約沈玉尼泡溫泉 當場游離收金 我跟他跟字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約我去屋屋來說要吃屋補雞 我也不宜有他 就去了 吃完屋補雞以後 他說 我們要不要再往山上一點 去泡溫泉 我還是不宜有他 就跟著他去 正在那個泡的時候 一吃苦果 然後複中跟他下去 所以他是很愛跟別人泡手 對啊 他不是很愛跟別人 他是很愛跟別人 他是很愛跟我跟巴姆而已 不是 不是 巴姆 就是大家都看進去嗎 陳佑迪 總結你 總結你們2014年的關係 沈玉玲會送你的兩個字 你看 我對你多好 我覺得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泡澡 就是保姆 不一定跟這些人有小關係 不是 你不會料到的 你不會料到的 真的嗎 是恐怕今天我們整排看下來 最動人的兩個字 你可能兩行內會掉下來 真假 最動人的兩個字 最動人啊 沈玉玲 你寫這兩個字 是指他對你的感覺 是再見啦 如果他再見我就很動人 還是你對他的感覺 他對我的感覺 應該說互相啦 你們互相的感覺 對... 可是剛才那個情況看起來 很不像耶 不會啦 我們雙投票 雙為何 沈玉玲跟潘若迪 總結2014年的關係 沈玉玲覺得他們兩個 互相的感覺是 真的嗎 你再誇張一點 怎麼樣 真愛 怎麼樣 因為他說 你會因為那是保守 你不高興是不是 他說你要求跟他同房 而且叫他把內褲脫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聽說我講 我跟他認識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約我去烏來說要吃烏骨雞 我也不宜有他 就去了 然後那天烏來呢 下著大雨 吃完烏骨雞以後 他說琳琳 他還叫我琳琳喔 他說琳琳 他叫我琳琳 那個時候 那個時刻 真的假的 外面下大雨又冷 我們要不要再往山上一點 去泡溫泉 我還是不宜有他 就跟著他去 還到了溫泉旅館 他那不是露天池 是一個房間一個池子的那一種 我就看他在搞那個 Check in的事情 然後我在遠遠的 越看越不對勁 那兩個人應該是兩間房間啊 因為畢竟不是露天溫泉嘛 可是我聽他一直跟那個 那個服務員講說 Single... 好 對啦好不好 你說話 你說話說的 烏來甚至講台語都可以 不是啦 他就跟他講先走 不是啦 先走 他叫我先走 我們一般去訂飯店 習慣都會講英文嘛 Single I want to single 這樣子嘛 I want to single 然後我越想越習慣 我們兩個人為什麼要Single 為什麼要單人房就可以 對…為什麼 然後他弄完以後我問他說 潘老師 真的是單人房嗎 他說他看著我說 那單人房有什麼關係 我們兩個都男的 幹嘛那麼浪費錢 就省著花啊 幹嘛 你錢多是不是啊 就我們兩個走 他抄著我的手 就要走進去 然後我就半腿半丟一隻 這樣被他拖到 好 進房間以後 好誇張 你確定要聽這個故事嗎 沒有 進房間以後 差不多了 好誇張喔 進房間以後 他就不由分說把衣服啊脫 全裸喔 就噗中就下去了 那我會害羞嘛 我說潘老師沒關係 你拖就好 我就害羞了 因為我擔心那個溫度太高 我的身體不好 吃不消這樣子 他說 你怎麼樣 你給我下來 你… 然後我就一直不掉 我就是互助你知道嗎 他從那個溫泉紙裡面跳出來 硬把我衣服脫掉 一脫瓶 骨子脫掉 然後又拖著我進浴缸 然後這樣子 我跟他面對面 然後因為我害羞嘛 我整個雙夾泛紅 然後就低了這樣子 他多壞 他用他的腳在那邊 在那邊腳來 腳去…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就這樣子 他有把你嚇到人家輕服起來嗎 沒有 因為有一段距離這樣 我還拉到鈴鐺會輕服 是 從那一次泡澡以後 我本來以為說我的一切羞辱 應該到此告一段落 沒有想到過一個禮拜以後 那時候我家那邊停水 我就跟他訴苦說 他停水好麻煩喔 真是的 身體臭死了 他就又有去他家 我也原本以為說 他好心遇事要借我 我拿了換洗衣物到他家 正在那邊泡的時候 一撕不過 然後撲衝著他下去 所以他是很愛跟別人泡澡是不是 他不是很愛跟別人 他是很愛跟別人 他是很愛跟我跟保姆而已 好啦 好不好 你這樣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後面我們還要幹嘛 你放棄了嗎 好啦... 你還可以做最後一次選擇嗎 我不是... 我不是很理解 為什麼要一直講泡澡這件事 所以我跟你說嘛 對不對 因為他太愛泡澡了 這兩個字在我耳朵已經 我沒有辦法擺脫那種陰影你知道嗎 所以請問... 好 沒有請問了 就差不多了嘛 他對你是真愛 那你對他呢 我對他何嘗不是真愛 你不要...不用 沒有... 夠了... 他跟他老婆其實也滿常吵架的 你放鬆 我什麼時候 你沒有亂講 他們吵了點 有時候無理有到你會想笑 有一次大家在那邊吃飯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最後一個... 沒有最後一個了 然後就聊到說 某一個資深女藝人說什麼 說到現在還沒有小孩 然後後來聊一聊大家 當作為一件那個... 一個事情這樣聊完而已嘛 一上車 他老婆又趕而發 他老婆跟潘老師說 老公 我聽你這樣講 覺得他好可憐喔 要不要我們小孩給那個人好了 然後潘老師 神經病 小孩給他到我們了 他老婆很偏僻喔 我們... 為什麼要講這個啊 他是講真的嗎 你老婆 我老婆當然是開玩笑 可是他從他隨意講出來 幾乎都變真的 你們都相信了 你看老婆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麼對話 不是 後來兩個人就吵到不可開交 吵架嗎 當然吵架 你們是有沒有分辨是非的人 你們這些人都幾十歲 你們為什麼還會這樣 吵到不可開交 那他老婆嫁給他之前呢 因為是劉英的 英國兩個雙人 一天哪兒就是要到這個人 他老婆是劉英的... 你老婆不是留學英國 對啊 雙碩士喔 對啊 所以他英國很多POP 人家他老婆在婚前 就是偶爾會來個幾杯這樣子 嫁給他以後豬羊便舍 因為他不准他老婆喝酒 多慘啊 每次他老婆都藉故 說約大家出來吃飯 有一次他老婆曾經說 運哥 你約潘老師出來吃飯 那個你就跟潘老師說 今天大家都要帶老婆 因為他老婆只有跟我們一起聚會的時候 他有時間喝酒 那個喔 那個我們一坐下來喔 Kiki 那要不要來一杯 那Kiki就顫抖 因為潘老師坐他旁邊 顫抖 然後就跟他掛老師 潘老師二喝人瞪他 你再喝啊 你可以啊 你喝啊 你可以喝啊 為什麼不讓他喝酒 你要怎麼樣 我怎麼做 你才會相信我的話 後來 後來潘老師的手機響了 他就到外面去跟人家蕊內容 那個單位一蕊會蕊掉 半個鐘頭一個鐘頭那一種 我想說機不可吃 那個威士忌喔 我就用那個人家那種喝汽水 那種汽水杯 整杯倒滿 想說我給Kiki 因為你至少有半個小時可以喝 你慢慢喝 沒關係 那Kiki拿到手還在抖 然後看潘老師 他竟然把一杯威士忌 灌進肚子裡面啊 他又不是酒精重體 你有沒有這樣對我老婆嗎 好 然後 你都有出來吃過飯 你不好拉下來做 然後三天後 那個收購週年慶 Kiki被我另外一個朋友 光頭保羅 發現什麼事你知道嗎 什麼 發現喔 因為人家很多湯匯 在週年慶啊 他在那個人家賣清酒的那個 前面擺很多試喝的 那個Kiki喔 左右在那邊張望 一直在試喝一家清酒 太冰套了 然後Paul說 Kiki你在幹嘛 他去 不要給…給他老師知道 人家試喝一杯 給人家嘗個那個味道嘛 Kiki在那邊給人家試喝了20杯 給我一把刀 講的錢那件事情你自己講 這個我自己講 就有點好像我在吹牛一樣 錢那個事情是真的 那個很感人耶 對不對 我們做一個完美的結束 那個很感人 那個就是因為那天其實喔 那是真愛 我沒有想要當他 讓他很完美你知道嗎 最後總是要提供一個 正面能量給大家 對 那天是因為剛好也是一個 外媚的一個活動跟一個節目 然後他們現場現在很流行就是 你可不可以打電話去 跟你的朋友借一下錢 或什麼...誰會拒絕 那這些朋友大概都是這些嘛 好 我那天也就打了個電話 運哥 我現在需要多少錢 我現在需要30萬 而且還不是小數目 我現在需要30萬 他其實在那個電話當中 他只回答我兩句話 我只問他兩個問題 在哪裡 給我地址 他是不是知道你在錄影 他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說 那你當時以為他會怎麼回答 我當時以為說你要幹嘛... 一般人會推託啊 就說這個要問我老婆幹嘛的 他沒有推託啦 而且那天感動的是 他坐高鐵下來 我在竹北錄影 對 你騙他騙到這個地步 我帶著錢喔 用農地紙帶裝著 然後坐到那個新竹高鐵站 那你心裡沒有疑惑說 他怎麼會缺30萬這種事 如果是潘老師的話 我就不會問他原因了啦 總是有他的困難 那也許他也不方便講 那我總是認為 這是給他就對了嘛 他可能是要換一套百姓法 對... 你要我再補一個跟他表姐泡澡的嗎 你真的會跟他表姐泡澡的 你們都相信是不是 表姐 對 表姐 那一天 為什麼所有經紀都要泡澡 等一下 我們兩個都說 這可以嗎 你們都開心了好不好 所以他拿著30萬出現的時候 你跟他說你是耍他的 他沒有翻臉嗎 我沒有耍他 但是那天我也請他 他後來我也請他吃了一通 對 然後他到現場是因為 他看到工作人員 你是完全沒有料到你被... 我沒有料到 因為我猜他可能真的有急用 因為我們過去也真的會有碰到 急用需要... 那是還滿感人的啊 我跟你講 更感人的是 那一次我跟他出去吃飯 他在我老婆懷孕那段時間 對我老婆非常的照顧 OK 非常非常的照顧 那一天我們去吃飯 到了餐廳門口 因為沒有地方停車 而且魚很大 他喜歡吃帝王蟹 我說好 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因為沒有地方停 他說我剛好門口有一個位置 那給你停好了 他就把車子開走 然後我停那個位置 他停得很遠 那天雨下得非常大 他穿了一件是類似像 淺白色的這個長袖褲子 他在走了 他拿了雨傘 你可以覺得他從很遠 因為我們進餐廳等他 他從很遠走 他拿了一把雨傘 你覺得那種感覺是很窩心 因為我把車位讓給他了 他把車位讓給我 然後他褲子又是因為沾了那個雨水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 很清楚 很明顯 你就看他走過 可是你心裡就覺得很感人 很感人 因為他把位置讓給你 你是我老婆懷疑 那天好 我就吃吃喝 所以說算 我都買單 然後我就想說 他還要再把車開到那麼遠 走過去 我就說 那你乾脆坐我的車 我把你載過去開車 殊不知我一出來看 我那位置是不能停車的 這才是朋友 真的 這種事喔 真的是喔 他也要怪我 真的很不上隊啊 不是 我以為這麼好心耶 而且他停在那個位置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還在想說 你不要停車 危險 會把我拖去 他看我來泡車 我跟你講 這個位置最好 你知道我直接進去餐廳 我就跟你停 真的被拖走 那有什麼辦法 你看 對啊 那有什麼辦法 那本來是我在停的啊 你們真的假的叫我不要停啊 結果你們接下來這一年 還要做朋友嗎 沒有朋友… 沒有… 沒有… 你不是因為我晚上 還要一起泡澡咧 沒有 你們也相信嗎 好 祝你們泡澡幸福 謝謝各位喔 有贏小福 謝謝各位